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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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 因為之前我有看到一本小說裡面 有寫到這樣的一句話 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得很心痛 然後我就想到說 這個等你等到很心痛 這個感覺好像還不錯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等的時候 在釣魚在等的時候 突然間就這七個音符 很自然你知道嗎 很自然出來 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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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想說 我等你等到很心痛 哇很長 很多字 所以我可以可以cut short 剪幾個字 後來我才剪到說 那等你等到我心痛 這樣不錯 後來我就搭進去那個曲 我們一等到很心痛 我想這感覺還不錯 然後其實過了兩三天 我們去海調兩三天 後來兩三天之後回到新加坡 我竟然還記得這個學歷 所以我就想說 唉 這樣子這個歌的命運 應該是會紅 因為喔 你會記得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 一個小時前寫 你一個小時後忘記 那這首歌應該是 大家聽過的忘記 所以這個就是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一次我寫這首歌的一個故事 這時候我們寫歌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自己的一些生活 生活上的一個經驗 要不然就是我們看到 一些字眼 會給我們很多的欺負去寫歌 所以寫歌 我們跟陳嘉明寫 在世界放放 啤酒周圍的故事 我們都是喜歡很立志的歌 對不對 然後他就整天 你是我的唯一 那一種歌啦 你知道嗎 那一種歌 然後就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 有一次我跟你講 我今天跟你爆料 竟然他不在 對不對 你們誰敢 Upload這段影片上去 給他看到 就慘 有一次 很好笑 你知道嗎 他就 失戀 失戀啊 以前啊 年輕的時候失戀 是怎麼樣的呢 年輕的時候失戀 就要躲在一個角落 自己 一模 有沒有 以前都是這樣的嗎 你可以怎麼樣 你沒有辦法了嘛 你自己 結果我們就在 不葉成的時候 我們陳嘉明啊 羅春智啊 辛真華 我就 哇 你幹嘛 結果他也沒出生 然後我們說 吃飯 一起去吃飯 就 射把要開解他 可是他都不要吃 他說他吃不下 兩倒失戀的人 都是要餓著肚子的嗎 對不對 然後 他也不要 他也不要吃 他不要吃怎麼辦 我們就自己吃飯 吃飯了過後 看到他還是一樣 躲在一個 好像痴情男子 躲在一個角落 後來我們說 時間到了一兩點 要睡覺了 結果我們就跑出來 結果 欸 熬死不死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懂嗎 飛燈他們的腳步 欸 突然間我覺得 我口很渴 我現在講都可以 可能是在樓下的燈箱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下去廚房 突然間看到一隻大老鼠 看到一隻大老鼠 看到一隻大老鼠 在偷吃香蕉 看到嗎 那隻大老鼠在偷吃香蕉 因為家裡沒有什麼東西 泡麵都被我們吃完了 你懂嗎 他偷吃香蕉 就看到其前面 在偷吃香蕉 然後他看到我 嚇了一跳 我也看到他我也嚇了一跳 你懂嗎 我就跟他講 你不是說你不餓嗎 我說你現在餓了嗎 哈哈哈哈 剛 剛初看到這種 嗯 這個不止一次啦 不是 這個 可是這些是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的一些往事 嗯 提到他呢 講到他這麼 他也 這樣講他是詩情啦 他不是唱衰他 對不對 所以現在要唱他的歌 好 唱他的歌 希望他不要在那邊詛咒 然後忘詞 這樣 嗯 一個歌手呢 站在台上唱歌 忘詞 是常常有的事情 真的 沒有 騙你 你說真的 有時候大螢幕在後面 你們看的歌詞 可能都會唱錯 對不對 啊 有些歌手是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在台上唱歌 很多時候啊 會稍微閃一下聲 就突然間都會忘記過 會忘記過 我這樣講的這段東西 並不是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 都早清空 所以我要看到 所以我要看到 好 好 谢谢大家